台北大宋走杨宁山系后段的景点很有看头 晴天罡草原上面的野牛 还有金包里大路 这里隐藏着日本时代的抗日故事 日本人留下来的百年山木林 以及大宋走第四段很重要的圆绝瀑布 还有看头 冷水坑游客服务中心 台北大宋走的第三段 后半段 我就要从冷水坑游客中心 往封贵口前进 走过一小段 两排都是洛宇松的步道 接着就来到了青山吊桥 青山吊桥 眼前就是青山吊桥 过桥了 要往晴天罡前进 晴天罡1.2公里 杨弥山的这一段山路 其实非常好走 跟着指标走就对了 跟着指标走 而且道路铺设的 其实都非常适合走路 往晴天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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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杨弥山晴天罡大草原 草原上都是野放的牛汁 牛汁很多 来到杨弥山晴天罡的大草原 有没有看到我背后都是野放的牛 野牛在吃草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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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草原 来 好 好 来 好 来 好 好 好 眼前这个像小小城墙一样的地方 现在定名叫做金包里大陆 金包里 这是日本时代 日本这里台湾初期 台湾的抗日英雄简大师 他在这个地方兴建的小小城墙 想要对抗日军 不过最后人力非常悬殊 武器也非常悬殊 还是失败 从金包里大陆 右转要往峰柜口 从金包里大陆走到峰柜口 还有六公里 走 你可以看到青苔处处 地板上都是青苔 从擎天岗往峰柜嘴 这六公里的山路 这段山路 游客相对的少很多 可能是因为交通比较不方便的关系吧 所以下过雨以后 这里的地板到处都是青苔 走起来有一点滑 要非常小心 所以过来的时候建议你一定要穿指滑的登山鞋 要小心走 免得被滑倒 眼前步到两旁的山林 充满了柳山 非常非常的有特色 这片柳山 其实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 专门设计的观光景点 是专门用来迎接所谓的日本皇太子 要来台湾参访 他们以为皇太子有可能会到阳明山这个地方来参访 但是想多了 结果就意外地留下来了这一整排的山木 这一片日本人意外留下来的山木 却成了封贵嘴步道 这里非常特殊 极为特殊的林象 走在阳明山的冷线上 眼前一片开阔 登高望远 也要让自己的心情看得更远 走到封贵嘴的凉亭 凉亭这里是台北大众走第三段结束的地方 这个地方也是台北大众走第四段的起点 待会我就要从这个地方的出发 要从封贵嘴的凉亭 走下来 走双沟西步道 也就是封贵嘴步道 这里跟您在山沟西步道 走双沟西步道 走双沟西步道 小伙伴 走双沟西步道 走双沟西步道 看到这六颗大石头 记得要切进来 这里是台北大众走的第四段 小心小心 上来这里有一颗大石头 叫做大石展望点 站在大石上向前俯瞰 这是山的安部 风景还不错 继续往前走 大众走第四段 多半是在山间林一里走 这边的路虽然有点复杂 但是你跟着指标 圆绝瀑布 跟着圆绝瀑布的指标走 就没错 台北大众走第四段 真的是相对的比较轻松 除了走在林一里面 没有太阳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它的路面相对的也平整 更重要的是 它的上下坡度没有很大 坡度不大 走起来就比较轻松 大众走第四段 山上的岔路很多 但是跟着圆绝瀑布的指标走 就对了 走到圆绝瀑布 走到圆绝瀑布 台北大众走第四段的任务就结束了 今天我从冷水坑走到圆绝瀑布 将近20公里的山路路程 我走了七个小时 有一点累 希望你喜欢这支影片 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 我们下回聊天